陳宏毅形容白票首尾門的方案是理性和務實 可以吸引中間派的選民出來投票 不過民主黨表明不會支持 認為選民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 廖康宇報導 陳宏毅再次解釋白票首尾門的方案 說在選票中加入一個所有候選人都不選的選擇 給選民表態 認為可以吸引對普選持觀望態度的人投票 一類就認為提名委員會的制度本身是不好 不可以接受反對人們但發生了決定 另一種投票的市民可能就是覺得 提名委員會提出來的人是不選得下的 他們覺得都不喜歡選他們 所以一個投票機制可以量化到 究竟這兩類人是否佔我們的選民 或者出來投票的人已經過半數 當白票過半數 選舉就宣告無效 變相賦予選民否決權 陳宏毅形容方案理性無實 但就不知道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會不會接受 民主黨就表明不接受方案 他希望陳宏毅親自去北京游說中央修改政改方案 對出一個大家都認同的方案 而不是要委曲求存 而行會成員李慧琼就認同 而行會成員李慧琼就認同 方案沒有違反人大決定 但就存在技術問題 怎樣計算白票 或者是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選舉 我們夠不夠時間去將這些細節細化 不過這些技術性的事情都是一件事 最關鍵就是我想是手上有投票權的 或者有否決權的議員究竟會不會接受 他呼籲泛民議員慎重考慮手美門方案 假如未曾討論酒杯葛的 是不負責任 NOW TV記者廖康瑜報導